好,我們之前也和大家試過比亞迪的 Ato 3 已經一段時間,它剛推出了小改款 我當然想再重新和大家試一次小改款 無論它在操控及外形上,其實也有不少改進 這輛 2020 年款 Ato 3 說白一點 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改款 不過改動的地方也有不少 首先說說車身顏色 拍攝這輛車的黑色是新色 Cosmos Black 車窗色條及 D 柱色版都別為黑色 車尾亦沒有 Build Your Dream 改為只有 BYD 確實比以前型格不少,當時令車好看了很多 至於頂級版,即是試駕的這輛 車輛還由國產品牌注用德國馬牌的 ECO Contax 6Q 車尺寸是 235,50 R18 這輛車確實令這輛車有更加好的操控 稍後時間就會提到 至於內裝中控屏幕,尺寸由 12.8 吋 擴大至 15.6 吋 其他東西就與以往一樣 例如電尾門 運動電空前座 多功能跑車皮太滑 5 吋數碼儀錶板等等 但整體內裝品質升級才是重點 我們之前也有和大家試過最遠初的ATO 3 它的裝置,我自己確實有點廉價 看上去就好像有一種膠膠的感覺 但到這輛小款後,我剛才打開車門 底下的感覺是真的漂亮了很多 可能它的裝置變了黑色的關係 所以在顏色上的沉穩程度是好很多 令到整個配色上 無論是人造皮,無論是膠膠 亦沒有一種很廉價的感覺 這是值得之一讚的 尤其是它的出風口 以前我並不太喜歡它的出風口 因為它的出風口,它本身的造工 以前我覺得是一般的 有一種很廉價的塑膠感 但現在看上去,做得很帥 所以真的看到它的進步 除此之外,就是這個很細小的儀錶板 以前這個儀錶板,我和大家說過 我是很不喜歡的儀錶板 因為一來太細,而且它的解像度太低 不是太能看得到 但現在它亦有改善過 它的亮度是變得更好 而且它的造工亦比以前更好 整件事沒有那麼淘寶 中控屏幕內的系統功能依然豐富 可以調校主動式安全系統 轉向和煞車輔助模式都可以調校 當然亦可以讓車主隨時監察行車時用電量 小改款後的Arto 3 後座 無論在坐姿承托力的舒適度 甚至是用料都比以前更好 首先我很喜歡現在這張座椅 這張座椅的坐墊和椅背 為了性托力十足,很舒適 而且摸上的用料亦比以前有很大的分別 大家只要實物摸過 應該都會同意我這個說法 很舒適的,這枝皮很柔軟的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它有足夠的腿部伸展空間 而且我的腳是可以完全放入司機位的下方 不會頂住的,這是非常不錯的 膝蓋的位置都有兩個拳頭多一點的空間 頭頂位都有兩個拳頭多的 無論你身材高大的朋友,應該都不會有太多的投訴 大家都看到它有兩個天窗 這兩個天窗都非常幫助好手 陽光影照下來時都會令整個座倉 更加有開揚的感覺 除此之外,它都有冷氣出風口 但沒有行溫的 下方有一個Type-C和Type-A USB 插口 車型選擇方面,除了這部頂級版的車型外 現在它們還推出一部單馬達前推的專櫃型 即是Standard Range 一換一車價還要便宜兩萬 換言之,旗艦型現時一換一車價是25.8Km 專櫃型是23.8Km 頂版部車的規格沒有改變 沿用64.8kWh 刀片鋰電池和永池同步前置馬達 馬力有204匹,扭力有310Nm 每小時0-100km 加速,7.3秒 載行力在NEDC 標準下,480km 支援最高88kW 快充 29分鐘可以由30%充滿80%電量 至於尾箱容量是434升 後排座椅可四六分離,放平釋出1330升的空間 但底層沒有置物空間 而右邊用了網,畫出一個細小的存物空間 本身R2 3 車架都算是做得相當不錯 之前我們在行車時都感覺到它本身的穩定性 紮實程度 但到小改款後,你明顯感覺到造工再精準了 提升了它的造工技術 所以駕駛的感覺比以前微小改款前,車架更紮實 例如我們在轉向時,車身擺動 車架的穩定性、堅固性 你都感覺到它比以前更加堅固 來得更加安心的 另一件事可能是車輪,現在變成了235 輪胎 你可以感覺到在路面的情況,它的爪力力變得更好 所以整部車在試駕的路面情況下 你會感覺到車輪無論是在過彎的穩定性 本身是在路面上的穩定性 都是比以前更加理想的 即是它有改善的 這就是駕駛時,在兩者之間的改變之下 另一件事就是它的隔音表現 因為這輛車的小改款後,車窗的玻璃供應箱已經改了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令到玻璃的品質變得更好 所以在行車時,它比以前的小改款前,是比以前正音 現在聽到的就是冷氣的風聲 露燥聲其實抑壓得很好 不是感覺到它有很大的露燥聲傳回到車廂 性能加速表現,其實一貫都是電動車的扭力 雖然它的鈍數字來看,不算很強 有300多Nm 的扭力 但在日常路面上,平常掛在丁狗的路面行動之下 無論它的加速,無論它的 Regen 都收放自如 我挺喜歡這個Comfort 回收動力系統的模式 因為是頗舒適的 譬如我現在嘗試使用 One Paddle Drive 的油門控制 譬如我鬆油門時,它的回收力度是舒適的 即是它不會很猛烈地扯動你向後 作為駕駛者來說,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駕駛體驗 在轉向方面,依然是很靈活的 試了幾轉回旋處,依然是很駕駛的 車的指向性亦是非常好 到得心應手的車主想去哪一個方位 的話,車都可以即時給予你反應 這是非常不錯的 大家可以看到,譬如我現在轉回旋處 我本身的回旋處轉向時 車的力量轉移不算是很偏重一邊 而且車身傾側也不算很大 所以整個懸掛的支撐算是不錯的 我們現在經常說,因為電動車和汽油車最大的不同之處 就是因為電動車的電池放在底部 令車的車更加重 所以懸掛調整與以前汽油車有少許不同 所以車廠需要做一個不同的調校 令到它有更好的駕駛體驗 這方面,老實說,我覺得內地車廠 可能是大數據的關係 他們一早已在製造電動車 他們取得的數據比歐洲車廠更多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懸掛時的調整是比較理想的 總括來說,2024 年款的ATO3 內容進步真是很大 如果你以往都是因為內容的設計或用料而卻步的話 我真心鼓勵你去看看真車和坐坐 而且用上馬牌的車輛,個人認為是非常聰明 提升了行車寧靜之外,亦增加了操控感覺 加上頂板也有25.8 元 性價比之高,難怪代理已經說用不少車主已下頂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不妨留言一起討論 最後記得幫我CLS 影片 讓更多人接觸到它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